大家要知道我今天来的什么地方吗 就是我前天来的那个鲁巷购物中心 上次来还没这么多人 今天周末嘛 我就正好又来过来看一看 没想到这么多人 上次说人山人海啊 这回真的是人山人海了 一点都不夸张 这多少钱呢 一千三 一千四折 四折 五百块钱 你好 这也是四折吗 哦 这也是五六百块钱 排队线人流了 这下面是超市 人太多了 下面超市也打折吗 那个大箱子几百块钱还是蛮划算的 今天为什么到这来啊 是因为那期视频拍了以后 就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这个这么大的商场 它为什么会破产 我也不知道啊 作为一个生活博主 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怎么回答你 对不对 我只能以生活的角度和大家分析一下啊 它为什么会破产 什么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地利是觉得没问题了 这个位置人流量非常的大 刚才我们在上场里面看到了那么多人 其实也就是平时周末啊 就是在光谷这一带的一个正常的人流 然后再讲一下任何 因为这个光谷这一带呢 大学城比较多 年轻人比较多 像这种传统的商场啊 已经接近九年了嘛 是吧 改造以后也九年了 上场比较传统 这种品牌店什么的 而这一块呢 又是大学生比较多 而大学生的那个年轻人比较多嘛 经济消费能力还是有限 而他们更喜欢去 这个前面的光谷 那个转盘那个地方的一个叫光谷步行街 所以呢 今天就是以生活博主的一个角度 大家来感受一下 为什么像这种商场啊 到走到今天会濒临破产的一个地步 从光谷广场地铁站出来 你就能够感受到了青春的气息 一面走来的全部是年轻人面孔 青春朝气的那种感觉 这是光谷转盘 然后这个呢就是鲁巷广场购物中心 这边是光谷国际广场 而你看这边 这叫光谷资本大厦 还有这个光谷的步行街 就这里全称叫四季城光谷步行街 四季城里面有很多风情街 意大利 德国 西班牙 大阳百会在里面 所以在这里呢吃喝玩乐 一应即全 也适合拍照适合逛街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小的店 所以这里也是很多大学生 到了周末过来打发时间的一个最好的地方 看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印象 为什么鲁巷广场 为什么会被关门 光谷步行街全长1350米 比江汉路步行街稍微短一点 但是它的人流量不亚于江汉路 而且更年轻 更阳光 更现代 四季城 也叫四季城 这旁边就是大阳百货 里面也可以 但里面人少很多 看看里面人 我们看一看大阳百货 人就明显感觉要少一些 看一看啊 这大阳百货一楼的情况 这和鲁巷广场差不多 但是你看看 我再来看看步行街 这里的一楼大阳百货 二楼加乐库 growing街 三楼也在 非常大 然后吃的四楼 几乎是美食 所以年轻人喜欢嘛 然后它是它的结构图 刚才我们在这拍的 然后走过的新华大道 这边是大洋百货刚才看到的六层楼的一个广场 喷泉广场 然后我们走过去 我们去西班牙风情街看看 不挺真 你喊点冰冻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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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光顾风情街 这个叫多莫大教堂 没有什么历史啊 就是一个坊子 但是不可否认它很漂亮 拍照很漂亮 所以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在这留影啊 拍照啊凹造型啊 是不是就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风情街都是打造的 就是异国风情嘛 什么西班牙啊 意大利啊 德国 哇 是不是挺有意思 教堂里面祈祷的那个地方 竟然可以吃东西 当成餐桌 所以说这里不是真正的教堂 只适合拍照 然后这块有很多那个影楼啊 婚纱摄影啊什么的 这边是光谷 不行叫南边啊 这边沿路也有很多小的吃的 各式各样的 风景游人啊 嗯 好香 闻到的感觉都很好吃的样子 新疆美食 你看火锅 咸盒庄啊 那个 当时也吃过的哈 码头火锅串串 大排档 流谷面 啊 很多种啊 这边的感觉都很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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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一个恐龙哦 长颈鹿 这里比较适合小孩儿 小朋友来玩呢 挺像迪士尼的感觉 是吧 它可以玩着这个 哎呦 喝吵 这个德意风行街转一圈 这块就是小朋友比较居多了 这还有钓鱼的 走到这儿 这个德意风行街也算是到了尽头了 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双层大巴 大的巴士上面也是个餐厅啊 把它改造成一个空中餐厅 也特别有意思啊 所以说这里非常好玩 是吧 我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个 这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景点啊 这是我头顶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机翼 这是个飞机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个非常大的飞机啊 这是真飞机 不是飞机模型啊 737的飞机买回来以后 把它改装成一个饮食 可以在上面吃饭 包括还有一些乘坐体验什么的 豪吧 是很豪 买了一个飞机回来 然后改装成餐厅 这个投资大不大呀 我觉得投资挺大的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真的哦 是真的真的真的 我没有上去吃过 这个也比较新颖 从那边上 这边上 然后从来走过去 然后就进入了餐厅啊 通过这个简短的视频 大家是不是能够感受到 这里有大教堂 有异国风情 有各式各样的 年轻人喜欢的一些特色店啊 所以这里更时尚一些啊 大家看到了这一幕之后 是不是就会明了一点 感觉五项购物中心就没有什么竞争力 天时地利人和 他结合了人和的这一点 所以他关门也是迟早的啊 优胜略态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罗宾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